南无阿弥陀佛 尊敬的各位作家 专家学者 诸位同仁 有这么一个机会 跟大家来共同讨论佛学的一些问题 本人感到非常地欢喜 同时也觉得非常惭愧 刚才蔡教授吴主席的这种一美之词 令我感到非常惭愧 本人甚至自己各方面学养都很缺乏 这几年也都忙于事务 所以谈佛学学术讲座 我都觉得很缺乏学术含量 那么讲得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批评指振 今晚我们选择的话题是 智慧与超越 我们国家也正在强调 我们这个民族要有创造性 创造性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那么这个创造性来自何方 佛教正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宗教 今年政府会纪念 纪念玄章大师西新取经 一千三百多年的纪念活动 我们追索到中国的历史上 静 净 凉 成 其 树 这些时代 有很多的高僧大德 到西域 到天主去取经 那样的过程是非常艰苦卓绝的 沿着私囚之路 约冲林 跨雪山 忙无边际的沙漠 往往是去死几百人 回来只有几个人 所以现在我们能读到佛经 这是我们前辈 付出了多少的生命和鲜血 换来的 再进一步地思维到 佛经 每句 每记 也都是我们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 在无量劫 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 付出了多少生命 多少鲜血 所证悟出来的 宇宙人生的真理 和盘托出 和盘托出 传达给我们 一切真理 佛经 探界无语 世间所有的善语好话 佛经也是展示无语 所以佛教 整个是一个智慧的宝藏 我们要继承 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我们这个华夏的民族 自古以来就有一种 对真理 对智慧的 这种不屑的追求 这些悉行取经者 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范 也被誉为是 民族的脊梁 唯有对真理和智慧的 这种未法亡曲的精神 才能振奋这个民族 所以随唐之际 尤其是圣唐 佛法大心的时候 也正是我们国家 政治 经济 文化 全面畅达的事情 这种对智慧 真理的重视 我们从一个这样的现象 就能看到 纠默罗斯大师 他为什么来到中国 成为大圣佛法 重要的一个翻译者 使后人受惠甚多 这是当时的房地 为了得到这个人 他当时在揪慈国 为了得到这么一个高僧 不惜发动一场战争 派到一位大将军 吕光 率领八万大军 去远征 其目的就是要得到 纠默罗斯 那么这个智慧 为什么被我们的 先人这么看重 而且智慧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先对这个智慧 去做一番讨论 我们现在可能理解这个智慧 是从一般意上去理解 这个人比较聪明 现在甚至量化为所谓的智慧 那么真正的智慧 它在佛教里面 有一种一个概念 叫般若 般若是一个梵文的音译 所以多意不凡 尊重不凡 如果你把般若 紧紧翻译成智慧 就容易使人 在世间的这种层面上 去理解它的含义 那往往就不对 这个般若 是对主法的 一种本质特点的一种把握 这种把握就是空性 那么真正的智慧 一定要切入到空性 那么空性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 悟道 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 奇哉奇哉 大地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唯以妄想执着 不能正得 若离妄想执着 则自然至 广大至 无师至 殿得献钱 这是佛 证悟到 法界真理 说出的第一句话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大地众生 不仅是人道的众生 包括冤飞软动的生命 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爬虫 水里的鱿鱼 它都具有如来的智慧得相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些凡夫众生 虽然每天是烦恼重重 内心污垢 深厚 然而我们具有如来的智慧 但如来智慧 为什么显发不出来呢 是来自于两种障碍 这个障碍 一个是属之障 一个是烦恼障 那么这个透显出 智慧是我们本具的 我们只要把障碍撤除 我们一切现成 现在我们可不是有智慧 我们现在被两种障碍 一障碍就叫无名 就叫愚痴 愚痴无名就是内心很黑暗 在这种黑暗的内心当中 我们就被一种盲目的生命力量 驱逐走 这种盲目的生命本能 就是贪嗔痴慢疑 根本烦恼 那么这种事情 我们繁复众生 往往是不知道 一切哲学都在探讨精神问题 自我问题 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说 说清楚精神领域 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那这个诱惑 对很多思想家 哲学家来说 最终他是说不清楚的 就好像他的眼睛 是不能看清自己的眼睛 就好像他坐在这把椅子上 他是不能把这把椅子 举起来一样 一种悖论 一种他不能超越的东西 因为他什么呢 他有一个数字杖 这个数字杖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主科体的分离 能数的对待 所以佛经讲 知见立知 则无明本 你的知见 因了一个能知和数知 有这个能数 这就是无明的根本 你在无明的根本当中 要了解这个事情的真相 那是不可得的 那么这种执着 更重要是来自什么 我之 他有一个我 就有一个对待 有一个人 有一个对待 他必然就产生了 世辉善恶种种的分别 就在这个分别里面 他的本有的智慧 完全就潜伏下去了 所以我们有广大的智慧 有如来的那样的智慧 能够完全被锁住了 关闭了 那要把这个智慧打开 从哪里下手 就是破执着 那么这个执着又是非常难破的 佛经讲 就像太木虫 就是微小的昆虫 它处处能圆 就是不能圆火 这个细菌 它什么地方都能够付得上去 但在火上 它付不上去 用这个来比喻 我们繁复众生的心 处处都可以攀圆 唯独它不能细圆剥热 于是我们众生 直接表现就非常强的我知 这个我知 它细微的我知是 这里涉及到佛教一些明相概念 就是我们搞创作 搞创作的人 去描写人的精神现象 我们的精神现象 心理现象 是有浅诚的意思 有深层意思 浅层意思就是我们讲的前六识 眼耳鼻色生意 那么在这个六识的下面 还有摩纳识 在第七识 还有深层之上的第八识 阿耳鼻色 那么阿耳鼻色又叫葬式 就是含藏着我们多生多节的这种信息啊 涅力啊 它像种子隐藏在那个地方 阿耳鼻色分析 它又有见分有相分 这个第七识执着阿赖爷的那种建分为我 这就是巨生我词 这巨生我词是一出生下来就伴随来的 巨生嘛就随着你生下来 他就有的我词 这是比较细的我词 然后比较粗的我词呢 他就执着前五识 包括六根为一个我 现在我们探讨自我 大家都认为有一个自我 但是是不是我们深一步的分析 自我到底是什么 它有不有一个实体 从西方文化来看 它那种西方文化是二分发的 所以它要建立一个主课题的一种真实性 从蒂卡尔开始 它有一个责心命题 是我诗过我在 那么它怎么知道有个我 它说我在思维 所以我存在 那进一步说 你思维的那个我 有它的真实性吗 是不是一个实体 实在性 那么在很多哲学家 实际上他扑朔迷离 猜测了很多 唯有佛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 这个我是不存在的 我们学中论 首先我们解剖这个我 它是由身心构造而成 生理的现象 生理的现象是肉体 精神的现象 感受感觉系统 思维活动 我们的生命的意识流 乃至于最终生成的 一个阿赖耶 一个本我 我们在八十年代 西方文化的三次冲击波 其中弗洛伊德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波 其实它的这种精神分析里面 把人的精神分为三个层面 它的下层是一个本我 中间层是一个自我 上面是一个超我 认为在本我层面 它是由利比多伊德 在那里作为一种盲目的 生命的本能 一定要向外去宣歇 它不宣歇 压抑在这里 它必然会形成一个精神障碍 歇斯底里 所以它认为 这个情绪的宣泄系统 是导致人格健全的一个重要要素 所以它发展它的催眠学 它的精神分析 它有一套理论和它的操作手段 所以对我们中国思想界 影响还很大 尤其在青年的这些知识分子层面 那么它倒是思维到人的深度的思维 不像我们仅仅认为是 第六意识 存在决定意识 它是有这个表层 但是有深度的意识 但这个深度的意识 是不是有它的客观性 我们的一些感觉系统 思维活动 它都是原生化 各种因缘条件所聚集在一起 产生的现象 但这个因缘一旦消失 它马上就没有了 比如我们一定是眼耳鼻舌生意 这六根 对着舌受向行识 舌身相为诅法 这六层 中间产生了六识 一种分别 这就是凡夫的十八戒 这十八戒一一要素 都是没有它的课题 那么这个佛教讲这个我 它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如果把这个我 了解它的空性的话 那么我们在观念上 就有一个大的解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焦虑 都来自于这个我 因为有这个我 就有一个我所有的 我所 我的官位 我的财富 我的妻子 我的家庭 我的农誉 我的职称 它有个我所 所以它很多的执着 都要获得这个 我所占有的东西 得到了它很欣喜落空 它没有得到 就痛苦欲绝 所以它是非常 都这些情绪化的 都来自一个我执在里面 所以现在要照见 这些都是空的 既然是空 这就是新经讲的 是主法空相 这个一切法 是空之相 那么既然是空了以后 就没有一个 我和我所的对待 主科体的对待 它就无相了 就没有男相 女相 美丑 大小 善恶 这些对待 都没有 它没有这些 就会平等 它平等的话 就不会有分别 如果切入到平等 切入到无分别 它就 切入到 主法的实相 这就是佛经常常讲的 不二 我们是生活在二的状态当中 对待 对待就是没有智慧 我们的本性的光明的得能 就由于对待 给它封住了 现在切入到不二之后 我们自信本有的光明 就会出来 智慧就会出来 所以一切法 不执着 就是不若不若明 智慧要从这里显发 那么也许这听过去很抽象 而且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 是很难接纳这样的空性思想 佛在成道之后 曾经观察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 对五欲六成的猛烈的贪恋执着 就难以信受清净 无为超越的佛法 所以就想拨涉盘了 这是由于大凡天王 到底天王为我们这些众生 勤罚呀 说这个世间还总有一些 他有上中下根基的人 总有一些有缘分的上根利器的人 听到能够接受吗 所以佛就开始说 所以说这个空性呢 上根利器听到他会生欢喜心 中下根基听到他会生害怕 空了怎么办 我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我们众生心都是攀缘的 都要直做一个东西 就像猿猴 他要走动 他必须离开这个数字 必须另外一个手攀的一个数字 他才肯放这个数字的 他不可能全放的 还有一种吃户虫 他的前后脚一定要伸到前面那个地方 他前脚才能向前走 一曲一伸向前走 这是众生的心理 所以他一听空性会害怕 所以他就要执着一个东西 你只要执着一个东西 他的智慧都出不来 白尺杆头 更近一尺 一定要跳到虚空去 才能限制我们本有的 法身实相 那么对我们的自我的虚妄性 我们要去体会它 有时候它不仅是一个知性的概念的分析 我们自己观察下自己 我在1999年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次十天百万佛号的闭关 我是希望很多文化人也去尝试一下 在一间屋子里面 你不要看书 不要讲话 不要见任何人 你面对自己 时间不多 十天 你面对一下自己 一般的人 是很难面对自己的 智慧格写过一部象棋的故事 我想我们搞创作的都看过 智慧格在一条游艇上 看到 遇到一个国际象棋冠军 他当然在游艇上游闲 大家都跟他对异了 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时候忽然过了一个人 跟他来下象棋 那个人下象棋的情绪非常激动 非常投入 这个吓得起 每个手都在发抖 这样的 但是起义非常高超 五局全都全赢 智慧格就觉得很奇怪 他以一个记者的身份 觉得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名不经重的人 轻巧地把这个国际象棋冠军 打败了 所以下完就去拜访他 拜访他这一看 一打听开始他不肯说 再三地要他说 他才好像非常痛苦地回忆 回忆什么 他原来这个人 是在二战的时候 是被德国纳粹 关进了集中营 当时纳粹给犯人的 两个最大的 这种刑法 第一是让犯人 站在一个大钟下面 就是敲钟 那个巨大的噪音 来折磨 这是非常难受的 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把犯人 关在一间屋子里面 四面都是雪白的 没有一个字 然后就一个小窗口 给他送点饭过来 往往这种方式 也能把犯人逼得 精神错乱 完全崩溃 因为他没有寄托 这个人就得到了第二条待遇 把他关在一个屋子里面 哎呀 他就见不到人 看不到一行字 所以像困兽似的 在那里走来走去 他就到处找啊 找到 不然在破被子里面 找到一本书 这本书是什么 奇谱 这下是他的救命稻草了 他原来对夏晴不感兴趣 但这个时候不感兴趣 也都感兴趣了 他就拿着这个奇谱 一天到晚跟自己下 自己下这个 他又假定自己是对手 就相互施杀 在那里下了三年的象棋 这样一出来 是打遍天下 我弟说的 他写一个这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他提供什么线索 说明人不能面对自己 他一定要找一个所谓依托 西方文化特别是强调这个东西 他认为一个人的孤独的独处 会导致精神上的一种失常 乃至于现在他们做一些实验 都很难忍受一种寂寞 那么东方文化不是这个样子 尤其是东方的修行人物是这样子 一个人能够面对自己 能够独处 能够在独处当中 开出智慧的火花 这才能体现一个生命的高贵 那么我们十天百万花 就采取这种方法 你面对自己 那面对自己 有时候他是很难面对自己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东西 因为他内心是一个很黑暗的黑箱 他不知道黑箱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 这里面就得要有善巧方便 修行方法 我们的内心就像一个天空虚空里面 布满了密云 暗昧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如果这时候空中有一道光束 有个闪电 就能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那么试问我们 常常讲自我实现 自我超越 你知道你的自我是什么样子吗 当你对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状态 你超越什么 那么这个认识自我 我实际上最终是认识自己的念头 我们一天到晚都有很多念头 我一天到晚是些什么念头 我们不知道 你不知道自己的念头说明你对自己不了解吗 你对自己不了解 你还说什么要实现自我 或者要认识他人 这些都是不可得的 所以要通过一种方法 要认识自己的念头是什么 这里有一种很好的方法 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你那十天如果不念佛 你还认识不了自己 这句佛号里面有无量光 这句佛号就在我们无明黑暗的内心 有一个探照灯照进去 探照灯照进去 你借助这个光束 才知道我们的念头是什么 就好像这间空间 如果没有光进来 你说空中有什么 你说没有什么 这时候从窗户的西凤 透出一束光 你透出这束光 就发现原来有很多灰尘 是不是 你能了解有灰尘 幸好是这束光照进来 那么我们内心状态也是这样子 你不念佛 你说你是什么念头 不知道 只有你通过念佛 才知道 又借出了一束光 才知道自己的念头是什么 这一念是 诚恨的念头 这一念是贪欲的念头 这一念是嫉妒的念头 甚至就把原来 遗忘到一个角落里面的东西 都把它佛现出来 记得一清二楚 你这样 我们通过了解自己的念头 才差不多了解自己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客观地面对自己 冷静地解剖自己 那么人同此心 我自己的心这个样子 那么生存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样的一个价值背景当中的他人 跟我们心里的状态 没有多大的差异 所以认识自己也就等于认识的他人 那么这个所谓的自己 最后也知道是各种念头的组合 这个念头是从哪来的 念头也是来无所来去无所去 也是原生法也是当体极空的 所以要真正认识一个自我 就是要离开念头 无念 切入到无念才进入我们自信的清明状态 实相 这就是一个空性的能量海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自古其今古今中外 大凡在历史上有所建树 能够得到三不朽的人 都是在自信层面有所切入 能够提炼出空性的能量 在投注他事业当中所获得的 如果完全是在一个妄想杂念 散乱的心里面 无论你从事创作 绘画音乐等等活动 它是没有多大的创造性的 就是说它没有原创力 原创力是来自我们自信的清明状态 所以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无知 而往往我们把这个敌人看成是最要好的朋友 我们每天对他亲热的 我们每天对他亲热的不得了 这就是认贼为止 把这个贼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 来解释 把我们自信的炉来葬的智慧德能 完全洗劫一空 所以我们行尸走入 我们没有智慧 我们每天在无明黑暗长夜当中 起过造业 所以轮转不休 没有一念回光的智慧 那么智慧本有能而我们却透显不出来 冤枉的受了很多苦 这就称为可怜悯者 所以佛跟我们指点 我们本有奴来葬性 在我们的烦恼里面 有无量寿在结家复作 在我们的六根门头 有无量光放光动地 我们如何把自信的智慧潜能 把它开发出来 要借助佛法的一些修为方法 就好像这个矿石里面有精子 但是精子是在矿石里面 你必须要提炼 你提炼不出精子 这个矿石也是没有精子之用的 所以我们的奴来葬智慧 在烦恼里面 但是显不出它的作用 所以为什么修行对我们就很重要 这个修行不是某部分 某个群体的修行 是一切有生命的人 他都应该面临的一个问题 要修行 就像大学所说 自天子以自素人 一以修身为本 上子天子下子一般的民族 他平等地都要修身 所以大学里面从奴家的修行 修行养性来看 他提出了一个大人的学问 一个君子 他求学问三个目标 第一是明明德 第二是在清明 第三是子于至善 明明德 他透出了个什么信息 这根佛法 由他一曲同唱之妙 明德 光明的信德 是一切人所具有的 所以人人皆有圣贤之信 人人皆可为遥训 这明德 所以我们一个求学问 就是把这本具的光明信德 显明出来 开发出来 当我们的明德开发之后 心量一打开 因为这个明德本具的 心量打开就有同体感 同体感就会 限量之道 四海之类届兄弟也 就好像我们这个四肢 是同一个躯体 我们跟一切的他人 都是同体 所以我们要帮助他 因为他也有明德 要使他的明德显发出来 这就是要利益众生 所以第一个明德是智利 第二个明德是利他 第三个是子于至善 要知道这个子啊 这个子属于智慧的范畴 我们知道什么 地方是我们 这个安心立命的地方 他提出我们的 安心立命的地方 是在至善 这个至善是 对第一句的一个呼应 就是明德 我们的生命 身心安住在这个明德上 这就是至善 那么这个 要获得这三个目标的达成 就得下面提出方法 这就八条目 这个方法 第一是格物啊 格物 格物自知 诚意修身 诚意正心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八条目 那么八条目 是我们中国 先秦鲁家 修行的下手的功夫 这个下手功夫 我们在理解上 全息上要注意了 这个宋明理学 尤其朱熙在 世主集著里面 他讲这个格物 可能会有一个误导 他把这个物 解释为万事万物之理 要革进万事万物之理 这个解释是不正确的 那么这个格物 就是物欲 格除我们不正当的物欲 因为欲为苦本 我们自信的民德 就被这些欲望遮盖 格取物欲 自知 智慧是本具的 它就能够达到 就能扩充我们本有的良知 这个智慧现前 就能够真诚我们的意念 意念不虚假 意念真诚才能振大我们的心 有诚意振兴的内 内圣的功夫 他就能够修身 修身就有一些具体的德目 像孝涕忠信 理义廉耻 仁义理智信 这些要修养我们的身 修身修好了 就能齐家 在这个家庭能够感化 家庭能够感化 就在这个地区 治国 扩大这个地区 乃至整个天下 它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们中国的 这个君子 文化人 都是要修身的 这种修身 也就是知心合一 是对一个民族的 每个人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把这个知和行 打成两绝 现在西方文化过来之后 它有一个弊端 就是知识 做学问 做知识 跟它做人 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的 很多科学家 他一方面 这个科学才能很高 另一方面 他个人的人格素质 确实是太低 那么这样 它会导致一个什么 它所谓的科学技术 产生之后 到底给这个人类 会带来什么 因为他们一种 道德理性的一种 审视的话 他这种所谓的 为科技而科技 可能它会导致 很多负面的东西 所以一种智慧的才能 一定跟他的道德 一定要配合 这在佛教里面讲 你的不中神通 神通就好像这个能力 他一定要中慈悲心 一定要发菩提心 对众生有慈悲心 他的神通 他的道理 才能产生利益众生的作用 那那些外道邪魔 他也有一些神通 但是他没有慈悲心 他非常智力 非常邪恶 所以这种所谓的神通 正好是祸害众生的一种力量 商人间 所以我们要导致一种智慧能量 真正是一种正面的作用 一定要强调修身的 这是我们东方文化的一个特点 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一定要把它继承下来 因为我们也很悲哀地看到 在我们若干年来 我们知识分子阶层 他就讲究科研 很少对自己有一个道德上的 一种自觉的要求 当然不是说全部 是有一部分 而且分量 这个占的比例 也是值得我们要注意的 当他的道德上不去的时候 最终他会省级到 他的智慧的开发 这里面有一个深刻的因果观念 这是我们简单谈下 谈的智慧 能不能谈一个超越问题 在自从西方工业化以来的几百年间 我们有一个趋势 就是世俗化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世俗化 就是缺魅了 那么超越的精神是越来越低了 自从尼采说上帝发出这样的声音之后 当上帝不存在的时候 人类该会怎么做 那么一切宗教 它是强调一种敬畏感 这种敬畏感是来自一种超越的精神 是对那种世俗化 功利化的一种 另外一种平衡的机制的达成 佛教是具有超越精神的 也就是足复奴来 视线在这个世界 八项成道 他的本怀就是要度一切众生 离开三界的轮回 圆成他本具的奴来杖 所以这个佛教 它是对现实 是有一种很强的批判精神的 于是他就概述为现实 叫五着恶事 我们的人生是八苦交间 这苦海无边 所以这个此案是苦难的 也正因为苦难 才激发了我们一种超越的精神 要打倒极乐的彼岸 这个彼岸 曹瑜先生在灵命中的时候 就有人跟他讲佛法 据说他灵命中时 最后一句话说 彼岸这个字眼多美好 说完这句话说 这还算他很有善根了 还能够感到一个人跟他讲彼岸 但相信彼岸的人不多 在有一个大学问家 还是专门研究佛教的 华言中的 到他灵命中时 甚至提出一个问题 除了这个地球之外 还有不有其他的世界 他都提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彼岸 是什么 彼岸 我们佛教有一个说法 涅槃 那么对涅槃 有很多人会 涅槃是不是就是死啊 死亡啊 他不是这个概念 不生不灭 不增不解 不勾不进 不依不易 不断不长 不可思议 但如如真实 永恒常住 先天地而生 就存在 后天地而灭 还忍存的 这么一种常住的心性 佛教认证到在现象界 就是三界六道轮回的 这种败坏相 无常相 苦难相 所以要回归到正常的状态 它的这种常 涅槃它不是空极 它包含极 但是有四个德能 常乐我尽 面对这个现象界的无常 涅槃是常的 永恒存在的 面对现象界的苦 涅槃是乐的 这种乐就是一种法性的乐 是超越了苦乐对待的乐 面对这个世间 没有主宰 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我 那么涅槃状态 却有一个真我 现象界都是污秽的 涅槃是清净的 我们说人生的 真实的安顿 就是要安顿在 常了我尽的状态当中 离开这样的状态 一切都是一个不坚实的沙滩 不能安顿我们的心 但这个涅槃对我们 反复众生来看 也是梦都梦不到 去细缘他 也是没有办法细缘 他离开了一个冷暑的对待 所以怎么办 但涅槃自信 是一切众生本具的 就是佛性 所以这样 就有竹佛儒来悲鸣的 来救度我们 提供一个真上缘 那么东宁是作为 进度中的主题 为什么会员大师会 组建白殿舍 专修念佛法门 这个念佛求生 西方净土一法 就是令我们心 得到涅槃彼岸 的一种善巧方便 我们凡复众生生 都是有攀缘的 不可能绝代 离开攀缘 所以就善巧方便 转换一个对象 原来我们攀缘的是 五一六成 是这个虚假的 苦难的现象界的 等等东西 现在我们心里 转过来攀缘一个名号 攀缘西方极乐世界 一阵庄严 这样攀缘的话 我们虽然还没有 得到涅槃的自信 但我们可以 蒙阿弥陀佛的这种愿力 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由阿弥陀佛的心 显现出来的 弥陀的心是涅槃嘛 所以他所显现的 所有的庄严 正是体现涅槃的 全体的得能 所以我们往生西方净土 就是安详 佛格我们 所取得的一个佛谷 于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它是具有一个很强超越的精神 它不在三界里面 甚至超越了天堂的概念 那么这种 这是宗教性的超越 现在我们进一步想到 在这个世间 就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在没有往生到西方净土之前 也有很多世间的残服 需要我们超越 这个超越是需要我们的心灵 有个转化的 转化的当下 我们化解的一些 一些世俗的 一些对我们的一种捆绑 对我们的一些挤压 我们当下也有所超越 这种超越并不是消极必识 这种正因为超越 它才有一个返回到现实当中的 有效的作用 这就是鲁家讲的 以初世的精神 从事入世的事业 那么在这个超越过程当中 不能离开世间 佛法不离世间法 所以佛法一定是要 仅仅扣住真地和俗地 两个方面去展开的 真地可以谈涅槃 依法不利 非常超越 那么俗地 它是万法生罗 佛事门中不舍依法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一个因果的法则 来约束我们的行为 这个下学而上达 不能废弃事项 所以这就涉及到佛教的 另外一个根本的原则 就是善恶因果的观念 这个一大仗教 实际上是全习的 就是因果两制 从行为层面来看 一个良好的善的行为 一定会得一个善的结果 不好的邪恶的行为 一定会得一个不好的结果 我们人生的种种际遇 都是我们行为的结果 就所谓的涅理 Karma 这样的涅理数字 那么这个涅的表现形态 又是错综复杂的 而且它所展示的时空面 又是过去 现在未来 这样的三世的局面 那么用我们凡夫 这个比较狭小的知见来看 是很难了解 这样的因果链条的复杂性 但它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因果的法则 以及轮回的观念 是佛教 作为一种宗教的两块基石 那么这两块基石的观念 也正是对每一个个体 产生一种敬畏感 因为我们的行为 都要自己来负责任 所以佛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是无神论的 这个不像有的宗教 无论是多神教还是一神教 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 他要造人 要接受上帝的恩赐等等 他是有神论的 佛教他认为人的命运 不是哪个超然的东西 可以赐予的 是自己行为的一个结果 所以责任主体还是自己 原来我们接触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它就有一个观点 就是责任的不可推行 比如沙特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个人上了战场 无论是你主动的还是被迫的 你只要上了战场 就得承担战争 杀人的责任 那有的人常常会为自己辩护 哎呀 我是没有办法 我如果不去 他会怎么陈处我 是政府一定要让我去 那沙特就告诉他 你可以装病 装病我装不了啊 装不了你可以逃跑 我逃跑也逃不了 那最后你至少可以选择自杀 当你没有选择自杀 你参加的战争 有得承担这种责任 当时在八十年代初 我们接受这个东西的时候 还都是很任人鼓舞 这种责任的不可推行严峻性 因为我们的国民 他有一种推卸责任的 在文革打杂抢了 我也没有办法 诸如此类的 他就在推卸 只有这个责任的严峻性 他才把人的主体性 行为的责任感把它担合起来 佛教的这种因果的观念 是强调这种责任主体的 轮回下三个道 是你自己造的恶业所致 上身道三善道 也是你的善业所致 乃至你能往生西方极度世界 也是你的信愿持民 修行纪念三福的善德的展示 感应道教 这个跟佛之间的 凡夫众生的感 也是你发自内心出来的 那么只有有感之机 佛才能帮得上忙的 能够感应道教 才能够解决我们的一切苦恶 所以我们想 这些观念 无论是佛教对智慧的阐释 还是对超约的一种强调 我们回到现实 应该说对我们个体的 精神品质的提升 乃至我们民族的素质提升 都是很有正面价值的东西 我们现在的道德的低迷 实际上它归根到底 还是一个因果的观念 大家都能相信因果 就在内心就有一种 自我调控系统 就有一种道德的自律 因为它有敬畏感 惧怕感 所以这个因果和六道轮回 它是惩恶扬善的 一个理论依据 如果没有因果的观念 那么我凭什么要行善 为什么我不可以去抢银行 所以这个 一定要在内心 要有一种很强的 这种法则在里面 所以我们深刻感觉到 也是自古以来的 祖师大的强调 人人信因果则天下大智 人人不信因果就天下大乱 所以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作家们 通过自己的一些体悟 因为佛教也是强调智慧 我们也不要盲从 我们对一种宗教 一种教育 对它评价 一定要先了解它 客观了解它 我们用理性审视它 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我想佛法 对每一个心智良好的文化人说 它都有一种很强的吸引力 而且它作用在我们的心性 和行为层面 一定能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帮我们积累福德之粮 尤其帮我们开发智慧 这样我们个人得到了安心灵命 这个国家 国泰民安 长治久安 就有它的一个很好的 既有现实价值 又有超越意向的 这么一种文化的理论依据 好 我就讲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我能回答就多少 回答多少 有这么多 是我来念还是你看 我来看 我来念 阿弥陀佛 许多讲庐山和东宁寺的书和文章 称慧远为净土宗的开山祖师 这么说是否正确 我们我读到佛教史上的有关内容 既有关内容 记得是说谈卵 还有善导 是真正的净土宗开山祖师 假如说后一种说法是对的 那么请问 为什么佛教尊东宁寺为主庭 会员与谈卵善导等人 有无传承关系 这个净土宗的祖师 有十三代祖师 他的传承的谱系 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首先是来自于宋代的 这个十支法师 先列了连设 原来还没有净土宗 只是连设七祖 然后到了明代 最后的这个定局 是在善导大师这个地方 列出了净宗十二代祖师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往生之后 大家推举印光大师也上去 十三代祖师 无论是从宋代到民国年间 每个人推选 会员大师都是摆在第一 那么把这个说谈卵和善导 说真正净土宗开山祖师 这是来自日本人的观念 日本人他有一个说法 就是净宗七祖 先是追溯到古印的 这个龙树天青 有两个 然后中国他爹的三个 谈卵善导道错 然后从善导之后 他认为就被这个镜头中的血脉 就移到了日本去了 在他眼里 尽忠十三祖 除了善导大师之外 十二祖都不在他的眼里了 所以对他们那套说法 我们是不承认的 他说他的 那么要相信我们中国 自古以来的这种传承 那么会员大师 作为净土宗的开山祖师 是名副其事的 为什么呢 他在净土宗的这种 这种推广上 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甚至是里程碑的系的贡献 镜头中念佛往生意法 是极难性之法 在汉代 镜头典籍翻译到中国来之后 我们中国人 还是带着一种试团的方式 去接纳这种文化 包括有些出家 在家的是尝试着念佛的事情 但是毕竟还是觉得虚无缥缈 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存在 有不有它的真实性 就到了东京的时候 那个时代就提出一个 严峻的挑战 就是如何证明 证明的问题 毕竟我们都是凡夫 还是要眼见为实 要拿出一个证据出来 证明念佛法门的真实存在 所以这个能否证明 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提出来 也就经过了将近三百年了 二百多年 将近三百年 如果不能应对 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 进度中想在中国深耕开发推广 是几乎不可能的 所以是会员大师 以一个大通家的这样的资质 回答了这个挑战 迎接了这个挑战 所以他就组建白年市 有123人参加 其中有东林十八高写 都是那个时代 深属二重的精英人物 他们在那里争执 为了证明这件事 是全力以赴的 为什么会员大师 三十年都不出复习 这是一桩非常重大的问题 所以最后的证明结果 非常圆满 会员大师三次见阿弥陀佛 刘一鸣居士也见到阿弥陀佛 这些123人各个都有往生的内向 所见到的都跟净土今天 所描述的无二无别 那么这样净土中的真实存在 你想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真实存在 这个信息一旦传达出来 而且不是以个人 而是以一个群体 经营群体的形式传达这个信息 给我们中国人心灵的震撼力量有多大 于是他开始就广泛地传播了 所以你看会员大师 被推尊为第一代祖师 那是名副其实 当然他跟善导大师比较 善导大师是第二代祖师 善导大师留下了 五部九卷的镜头中的专注 他在理论建树方面是极大成者 那么祖师和祖师之间各有特色 一个祖师要完成一桩事情 会员大师完成了一桩 让进度中深根开花 让大家信心得到证明的这桩大事 第二桩理论建树就交给善导大师去完成 各有各的使命嘛 你不能要求会员大师也要有理论建树 也怎么都把什么都堆到会员大师手上 如果他没有作作就说他不够进度中主持的资格 这是毫无道理的事情 他不了解中国当时的进度中的状况 所以我们觉得会员大师 他作为进度中主持是千真 绝对不能有怀疑的 当时金默罗斯大师甚至推崇 会员大师是东方妇法菩萨 这是金默罗斯大师在一部经典当中 看到佛有个玄迹 玄迹什么 就在东方 我们正胆国是东方吗 有一位菩萨叫妇法菩萨在这个地方实现 所以这个金默罗斯直接 金默罗斯是正国圣人 直接就把这个会员大师成为东方妇法菩萨 当时天主国的很多沙门 就是比丘 每天都向卢山顶礼 说卢山有大乘开示 就是大乘菩萨在这实现 所以这个会员大师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人物 你怎么能轻易否定他进度中祖师的地位呢 这些都是来自日本人的一些坑坑 做学问的东西 我们不采信他的 我在我们单位员工学习班上告诉员工 一切现象都是由因为和所以组成的 比如你对佛学研究透彻 所以我遵你一身大和尚 也就是你讲的因果 但我看了一本书 明朝的一个大佛学家说 世界上有两种人 不在因果报应之列 即大善和大恶 你如何给我界定大善和大恶 一般的人 他的命运的轨迹 是受他的善恶 业力的这种左右的 所以命运他有一个轨迹 但这个命运 所谓的定数 他有定数也有变数 这个变数 就取决于如果他有大善 他就变了 比如他今生 生命可能比较潦倒 生病 在各个方面不好 如果他突然 发了大谱的心 来持戒 来念佛 来做了很多善事 这就是他的大善 他的命运 一定就不按照 他原来的那种 基因编码的这种信息走了 他会改善 这是所谓大善 那么大恶 就是他 这个恶 或者是在知见上 一年可以新邦 一年可以上邦 产生了一个邪恶的知见 让很多人失去了 那个正确的知见 造作足多的恶业 或者他自己 忤逆死恶 杀父杀母 破核和声 他这个大恶 一旦造出来了 他也会导致 或者发动了一场世界大战 死伤了 百千万 这样的 无辜的生命 这些都是大恶 这些 不是说不受因果报应 他这种人下地狱如箭射 不需要经过什么审判的 直接到阿比地狱里面去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佛说射即空 空即射 你的坐垫为什么是黄色 你不直坐他的黄色 他也空了吗 这个我们说 射即空 空即射 一个是从真谛层面说 真谛 性空 由于有性空 他才会有缘起 这个缘起就是射法 射法的缘起当下 你照见他的空性 你要去这样去理解 但是你不能说 由于说有空性 就否定世间上的一切设法 真谛不坏世间法 但你在世间法里面 你世间的设法里面 你不要贪恋执着 如果你认为很真实 比如这个是黄 黄在我们是代表忠道 所以我看到黄是会消灰自信 我要忠道 空有不二 中庸之道 他给我这个提醒 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它是表法的意思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 悟道最后只说的三个字 不可说 你以什么不可说 这个要知道 不可说是从法身层面去说的 所以佛讲 我说法四十九年 没有说一个字 它是什么 因为法身无相 无佛无众生 他说什么 但尽管如此不可说 又自然说 无间说 横说 素说 广说 差说 这两者是正好辩证统一的 你不能说 不可说 他就不说 因为众生需要说 众生要靠耳根来文法 能修正自己的身口一三页 来知道自己本具佛性 怎么用什么方法切入境局 这就开始侮辱佛子之间 所以要不厌其烦的说 要寻寻善有的 要五十宣说 但是五十宣说 说了三藏十二步 最终没有说一个字 没有说一个字 又说了很多经诀 这两者你参一下 它都是统一的 都能成立的 请讲解会员破案定会的过程 会员的破案 对现代创新社会的关系 会员大师 他的破案是靠念佛三昧了 念佛三昧就是念阿弥陀佛的 法身功德 报身功德 法身功德 包括名号功德 当他切入到这种三昧 就是他的第六第七 这样的对待法 不二 不二就切入他的心心 心心玄妙之海 心心玄妙之海 这个体性 又能引发他种种的妙用 就是自信的体相用 获得了 那么阿弥陀佛名号里面 他的定是有无量寿的功德 他的会是有无量光的功德 我们念佛就能够是定会等词 定会等词 使我们能念的心和鼠念的佛号 打成一片 消除能数的界限 就破除了我们无名的黑暗 一人自信的光明的稿日 就朗然现前 就破案了 破案就有大智慧光明显发出来 是这样的 就能救度一些众生 东坡居士的提西人壁 横看成岭 彻成风 一般被看成一首责礼式 但我亦认为乃禅物之作 当然禅我觉得也可以看成一种 充满内智的人生哲学 请大师就此书的禅机 谈谈见见 指点弥君 横看成岭 彻成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失如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苏东坡居士 他借助这么一种描写 也确实是他对禅的一种领悟 以庐山作为他一种 一种表象的描述 横看成岭 彻成风 表明我们看待事情 它不是一个点 而是几个点 多角度 当站在这个角度 你横的来看 它是一座一座山峰 横看成岭 一个山岭 侧面来看 它是山峰 但这里 事项上 是山岭和山峰 在现象上 你觉得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它实际上都是 庐山的 在不同角度的 表现形式 它是平等的 都是正确的 所以表明要有一种 圆浓的见解 你说一个人 说这个人是恶人 但是对某些人 他很善 他不是个坏人 角度不一样 所以远近高低各不同 你远住来看庐山 近住看庐山 从高俯瀚庐山 从低住养住庐山 他都是庐山显示 千奇百怪的 不同的神态 那么不同的神态 这就是现象界的 种种的状态 我们不要被他迷惑了 往往我们就被 现象界的 种种不同的角度迷惑 抓不到他的本质 看不到他的本来面目 看不到本来面目 是由于你就在这个山里面 只愿生在此山中 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在无名烦恼的 执着里面 我们就看不到 我们的自信 因为你还在庐山里面 你一定要跳得出来 才能了解庐山的全貌 这就是佛们有个 叫盲人摸象 但这个盲人 他一摸 他摸到这个腿的时候 认为我知道象 象是一根柱子 另外一个摸到象的腹部 说我知道象的 象就是一个墙壁 各自其端 都认为自己摸得很正确 于是相互在那争论 争论不已 还要打架 那对一个明眼人一看 他们都说的局部对了 但总体并不是那么回事 是把他们这些盲人说的局部 凑在一起 才是象的整体 那么这个故事是表明 这个象就是法身 于是这些盲人就是修行人 他没有打开他的眼睛 他只是体悟到了一点 体悟一点 他以偏概全就错了 所以我们苏东坡就用这种方式 表明我们认知上的局限性 我们一定跳得出来 才能看得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超越 没有超越 你在里面就不行 就好像我们都有时候见 在念佛的时候 也有这种感觉 这时候念的昏沉 昏沉的像浓雾笼罩 浓雾笼罩 这时候你想在浓雾里面出来很难 所以怎么一定要抓住一个佛号 自己才从浓雾里面 冉冉的提升出来 坐飞机 你在云层里面什么都看不到 你超出云层 那又是另外一种境界 在云层下面 看到都是很有分别的 这是房屋 这是河流 这是草原 这是什么 你到云层上面看 你看不到下面的分别 完全就是一片云海 和一轮炙热的太阳 所以我们要通过超约 达到一种平等 平等的心性 我们就抵达了事物的真相 古希纳哲学家 赫纳科利特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他的学生 柯纳迪鲁这提出 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 从佛家的观点看 你更倾向于谁的观点 是啊 首先我们看赫纳科利特 他能敏锐地知道这一点 为什么人不能两次踏入 从调河流 当这条河流 这个石 波水正在流过的时候 你第二次再去 他已经不是那个构成的这种 波水了 所以他不能两次 说明事物都是变化的 或者说是无常的 无常的 那么他的学生进一步说 人一次也不能踏入 是更切合事情的真相 因为你怎么来表达它是一次两次呢 当你表达它是当下的时候 你表达当下的时候 这个水已经流过去了 都是不可得的 金刚经讲 山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所以 人不能过去达到这个河流 不能现在 不能未来 就是 这一次 他也没有确定性的 你讲这一次的当下 他已经 讯息的过去了 所以我们的很多表述 由于它太快了 我们只认为它是一个 一条线 实际上你在分析 它就是一个一个点 而且点里面是非常微细的 你当定一下 你锁不定它 它马上就变化 我们看 置一置箱 这是箱点上火 你看是一个点 当你用很快的速度 这样的摆动的时候 它是一个圆 当你看到这个圆的时候 认为它是一个圆形 弗形 是一个连续性的 这连续性的是 我们认知上的一个错觉 它不是连续的 你分解它 它是一个一个点构成的 那既然是 它是一个 讯息去变化的东西 你就很难建立它 一次两次的概念 一切都是无常的 三心不可得 就是正确的答案 你认为世间有鬼吗 如果说有 你见过吗 有没有鬼 有鬼 一定是有的 这个是 大家都应该是读过 聊哉之意了 普松林写的很多东西 不是他想象出来 是民间当中传说很久的 那些鬼呀 狐狸呀 各种各样的怪物 在农业社会 它常常跟我们在一起 现在在乡村 见到鬼的也很多 包括林明宗时 有黑白二肠鬼 来把这个人抓走 这个东西是绝对是真实 你说世事有因果 可是我发现 文革中 以及现在 那些干了很多坏事的人 却活得很好 怎么理解 但是这里 在文革和现在 干了很多坏事 活得很不好的 也能找出很多例子 是不是 那么这里面 这就涉及到什么问题呢 因果呀 它有艺术果 有来生果 我们讲 它是三世因果 一个干了很多坏事的人 现在还没有现前 就好像他前面的那个 做的善事 精神先成熟了 他先享受 但是精神种下的 坏事的恶种之 他在以后的时候 乃至下一辈子 或者下多少辈子 他成熟了 他的享受 所以是他有一个 错综复杂的东西 所以有人看到 哎呀 好人不得好报 坏人还很得志 哪有什么因果 他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 你要从他的 这种三世因果链条去考察 最终是善有善报 蜀作涅布王啊 终究会碰在一起的 大家要相信这一点 真实不虚的 传宗认为 顺应信之自然 极为万法之中 云在青山水在平 那么请问 许多干坏事 也皆从本性属出 难道与佛无备 禅宗又认为 佛法只可心传 不可口传的 不可传的法 只让少数人去悟 是不是可以认为 禅是反大众的 或是禅只是极少数 智慧者的宗教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这个禅宗是达摩传来的 教外别传 以心 应心 是非常圆顿的 是站在般若空性当中 所建立的一种主食禅 所以这个历代有很多禅机 鸡风转雨 我们看这些东西 一定要不要死在俱下 叫一意不一语 我们常常讲要禅宗 要流露自信 这是破三观 有些是心性证悟到一定程度 他才能够任运的 保认的 在凡夫层面 他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 他举心动念 都是染拙 都是贪婉 都是执着 都是人我是非 所以他就很难流露 他的自信的 这种清净的德能 所以干坏事 是从人的本性里面出来的 我们说人的本性 跟佛性是两个概念 佛性是夹杂在人的本性里面 但人的本性 却有一种邪恶的倾向 以强凌弱 有一种作恶的倾向 财色明示 所以他本能的就会去追求 所以为什么要修行 就是要抑制 人本性当中邪恶的一面 为什么要持戒 持戒就是针对这个烦恼来的 有持戒才能得到解脱 解脱什么 就解脱人本性当中 健康的文明的一面 所以我们的内心 都有两种力量在搏斗 魔的力量和佛的力量 我们要知道 魔的力量还比较大的 一定要靠我们的巨大的信心 和持戒的坚忍的力量 以及修禅定的功夫 和念佛的这种引发力 才能把我们佛性的力量 引发出来 否则我们一般不修行 放纵自己的本性 大多都做邪恶的 佛的白法里面 这个恶法有26种 善法只有11种 在这种两种比较当中 恶的一面力量还大 所以要修行 修行 针对自己烦恼毛病来修 折腐他 行要行圣贤之道 所以菩萨道 为什么要修六度 六度就针对烦恼来的 第一要布施 众生都很吝啬 你要布施 布施就扩大了一个小我 我们每个人想得到财富 要知道财富是从布施里面来的 我们心很散乱 你要禅定 修定 我们心很放逸 你要精进 我们称恶心很大 你要忍怒 忍怒才能相貌端正 忍怒是大的力量 所以这个佛法的施舍 都是根据众生的烦恼去施舍的 众生烦恼就是病 佛法就是药 我们每个人都是病人 要靠佛的大医王 给我们开药方 我们开了药方 要老实地去服药 才能病好 你老实不服药 你的病老实在那里 所以你说 我自然流露 流露的就是你邪恶的一面 那么禅宗 它是心传不可口传 就是禅宗是向上一路 法身向上 在法身层面是没有办法言传的 因为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 无力的 对那种法身层面 它是不可思不可以 这叫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到了法身层面 三十足复口挂壁上 所以就得以心应心 在那个百万会上 佛拿着莲花 蒙和家是破言一笑 这时候佛就应心了 是这样 但是这个玄妙 现在我们不要追求了 我们没有这种玄妙的心性 我们已经是非常染拙 非常二分法了 所以你就 原来祖师大的 饥风转意 棒喝一下 打一下 喝一下 就能开悟 现在把我们喝死 我也开不了 把我们打烂也不行 所以好好念佛 求生希望几多时间 佛约四大皆空 所谓的空 是不是去人的执着性的过程 什么是闭关 仅仅是什么都不看 不看书 不思考 不见人 仅仅是念佛号 然而内心却掺杂着 许多杂念 这样是很难静下心来的 更谈不上冷静地思考的 现在就是那你不要思考 我们就很多被那个思考 所害了 你能思考 属思考 刚才讲的这个 你能属于建立 自己的本有的智慧就没有了 属的造性王 波约智慧的造性就没有了 现在要截断 这所谓的思考 就让你进入无知状态 无知才能无所不知啊 现在我们知道的太多了 有所知就有所不知 所以我们认知上有很多盲点 有很多死角 是没有办法超越的 所以我们就要放下所谓的思考 切入到自信无知无相的状态 然后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你就柳暗花明了 要么你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这个十天就是你念佛号 念这句佛号没有你思考的余地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你思考他是好啊是坏啊是什么 都让你没有思考的余地才好了 这是一种方法 以独攻独 用兵指兵 以切出切 妙不可言 你念佛号就暗和道妙 巧入无声 开发智慧 跟佛的光明对接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你自己去实践一次 欢迎到东宁市实践 我从一本书上看到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工 开悟时说的 法不可说 其不可说是因为佛法太博大精神了 即使他参悟了49年达到了卢来的境界 但最终的佛法他也没有真正领悟 他所讲的还远远不够 所以他说佛法不可说 达牟祖师最后所说 我什么法都没有说 也是这个道理 这都是你用思维心给他琢磨那些东西出来 都是不正确的 法 可说不可说 是根据众生的状态去建立的 当众生不能接触这个清净的法的时候 不仅不能接触他还生诽谤的时候 佛就不能说 因为说了也害你 你在诽谤这个法 你接纳不了 你的身心的容器很漏气 不堪接纳甘露妙法 但佛是太慈悲了 就在不可说当中 也得要反复说 要全寻寻善用 你看佛本身他最想的是一尘佛法 但众生接受不了一尘的圆顿佛法 所以有一尘法开出三尘法 来说身文法 来说圆觉法 如果出世间的身文圆觉法都接受不了 就说人天法 这样的过来 所以要理解 释迦牟尼佛 他是慈悲到极点 佛是一切都知道 一切种子 没有佛不知道的 佛也曾经说过 他有一天跟一个弟子说 抓了地面上的一把树叶 问是我手上的树叶多 还是这座森林 几百点森林的树叶多 那弟子问 那当然森林树叶多 手上的树叶少 那佛就回答 我所说的法就像手上的树叶 没有说出的法就像整座森林的佛法 说出的 你接受不了啊 大方广佛华原金 大本的华原金 那是多少分量藏在农宫里面 都没办法到地球上来流通的 小本的华原金也只是在中国流通的不到一半了 就是一半八十一卷 我们现代人 谁有能看他 去了解他 说的有什么用啊 你了解不了啊 再进一步说 佛法不是说长久在这个世界 最终佛法要在这个地球上消失的 法要全灭的 法要全灭 不是佛要全灭 是众生你不相信了 也理解不了啊 这个佛法就灭掉了 灭是我们众生就灭的 所以很可怜啊 现在趁着还有点佛法 大家抓住这个最后的时机啊 要么最后佛法都没有 那才太可怜了 老师 我提个问题可以吧 可能提个问题 可能 现在耶稣要有书 要有乘争 怎么办 不要把冲突把它强调得这么严重 因为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这些世界三大宗教 都是文化 都是文明 都能够提升我们这个地球人类的精神品质 只不过是他们的教育和他追求的目标有所不同 从教育本身来看 基督教也是劝善的 要我的母亲 久了你死了 她是劝我改副教 我什么规定 一生要我到现在把圣经还留得给我了 但是 她要我改教 怎么办 改性宗教 改教 我已经什么规定 那你既能是规定地球 就是规定三宝了 规定佛 规定法 规定身 你可不能要坚持你的三规定 规定能人受的 对 那很好 不是规定能人受的 是规定佛 规定释迦摩尼佛 规定阿弥陀佛 规定法 规定佛所说的三藏社部法 规定身 规定身注意 它是皈依身团 不是皈依哪个人 也不是皈依哪个寺院 皈依这个身团 你坚持自己信仰 念南无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这个世界最好的法 阿弥陀佛 没有关系 我们到十点吧 还有十分钟 看看调子很多 你刚才讲到 创新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请问佛教也提倡创新吗 如果佛教也讲创新 你有什么思想吗 刚才讲佛教是智慧的宗教 它是要让我们 如实地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么创新这个概念 当然在我们现在的知识体系当中 它赋予了一个含义 就好像以现有的知识 来了解未知的知识 以以知了解未知 这称为创新 那么我们佛教认为 这个创新 它要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 鲁家孔子说的 叫温骨而知心 那么温骨而知心 我们原来理解是 你学的东西 复习了才能够巩固 才能知道 不是这个 这个骨 它有深刻的含义 故就是这种超约时空的 根古根经的那个明德心性 先天地而有后天地而存在的 它叫故 这个常的心性 这个常的心性 这就是心性宝藏 常常被我们忘记的 因为我们什么 我们眼睛都是往外走了 往外走 鲁家著学问 可是不是像我们理解的 著科研写点论文 在什么集的杂志 发表一下评格支撑 它不是这个 著学问 孟子有句话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学问之道没有其他 只有一个 就是把自己放到外面的心 把它求回来 他举了个例子 就好像你一个鸡 早上跑 跑出去 跑到邻居家 到傍晚 你都把小鸡 叫回来 这就是做学问 就是把持诚在外面的心 把它放到方寸里面 放在 应该放的地方去 反身而成 散摩大焉 万物皆备于我 要把这个体现出来 那么这样就要回归到 我们自己的这个本心了 这个本心就是顾 那么顾 我们回归来 就温习了它 跟它接近了 跟它靠拥了 跟它趋向了 就能从这个顾里面 才知道心 这个心是什么 这个顾是得到一种 心性的体 由这个体 在结合外面的东西 产生用 体用 它是这样的一个表述 由体体用 这个用还能生用归体 体用不二的 这才是真正的做学问 这里面这种创新 就是有缘之水 有根之木 如果我们在一种很散乱的 我想一个什么论点 能够找到很多文显资料 现在搞得天下文章 一大抄 哪有什么创新呢 有多少学术文化垃圾 随即看 所以我们的 现在所谓的创新 是要直移的 它不能真正做到创新 佛门讲 普度众生 但又不结婚 无婚姻 何有众生呢 首先你对于出家不结婚 要想到这批人 对国家有重大贡献 计划生育 这批人不是正好计划生育 另外生命产生 不是说非要胎生的 有十二类生 至少有胎生 有裸生 就是那个蛋 你服一服 它也不有生命 说那么鸡呀鸭呀 什么的 鹅呀 胎卵 你这个尸气 它都能产生一个生命 还有变化出来的 由这个船 这个变成飞蛾 它变化 所以现在还有 这个多利养子 首先无性繁殖 等等新光 你看那个释迦摩尼佛 这个罗赫罗出来 它就是无性繁殖出来的 这个子一组 这个飞子的腹部就怀孕了 它就出家了 所以呢 这个你不要担心 没有众生了 这个地球上 已经人口负担太重了 哲学讲矛盾 是对立统一的 佛学 体育场 因果相结合 在特定环境 特定事件中 人类只能选择 偏极的一面吗 没有失踪的选择吗 就像沙特 对那个士兵 除了选择 自己死于他人时 再无其他选择吗 这个佛教正好是中道的 它不走偏 众生的知见 往往是在两个极端 不是善就是恶 不是长就是短 它在对待当中 这叫边界 众生都是在边界里面 那么佛教正好中道的智慧 是消除这种边界的 在鲁家表输为中庸之道 刚才讲的存在主义 那个事情 我是在表输一个什么 就是这个存在主义 它表输的一个责任 主体的严峻性 责任的不可推性 这种思想 对我们经过文革以后的中国 还是有它的借鉴作用的 不能推诿责任 是这样的 那么因果的法则 也告诉每个人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所以我们处在逆境的时候 一个佛教徒不会怨天忧人 他一定会想到 这我的造的捏太重 别人骂我不会去报复 这我还债 我原来骂了他 他现在骂我了 他肯定是这样想 这样他就消灭了很多的矛盾摩擦 从孽力的角度来 从自身找原因 这样他就会生起 惭愧心 一种忏悔意识 这种忏悔意识 是来自一种宗教感情的 也是对一种超然的存在 真善美慧的存在 反观自己的种种 不完美 整种缺失 产生的一种情绪心态 所以一个人能忏悔 一个民族能忏悔 就有希望 现在西方人都评价 我们中国没有忏悔意识 实际上它也是很武断的 中国治国以来 这批新修心养性知识 是有很强的忏悔意识的 我们要把这种精神传统 把它继承下来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古德云 有时且念诗方佛 无事闲观一片心 时常心中 真是会一片空灵 连一句弥陀佛号 也不愿提起 是否应付好这种空灵 这里只念十方佛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是否有取代杂念的意思 再请问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是否其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即彼岸 请开始 真正一个念佛人 是奉行都舍六根 敬念相继 把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平常散乱的向外驰骋的 这个六根的作用 收拾到这句佛号里面 那么用我们的能念的心 支持这句名号 这句名号称为万德鸿鸣 是一个摩尼的清水珠 所以这句名号是不能打湿的 你打湿 你认为是空灵 这是你的错觉 你并没有达到空灵的境界 只不过是可能通过念一段时间 佛 你的粗的念头稍微降服了 但它细的念头还仍然存在 你还是在妄念里面 打滚 所以一定要 这句佛号要把它坚持到底 这句佛号才能够穿透到我们的 阿纳耶诗的深处 这就叫相向过河 截断重流 截断重流 就涵盖乾坤 才能随波逐流 你没有涵盖乾坤的这么一种功夫 你就随波逐流 你还是妄想杂念 随这个意识流 就好像写创作的 随着自己意识流的时候 看那些意识流的小说 就不知道看些什么了 所以是不可靠的 那么这句佛号 它真的就是 由于我们妄想杂念很多 一坛子之间有九百个生命 天人看我们的念头 算都算不清 那个细的念头都看不清楚 无量无边的念头 所以这里面 佛号在这里就产生作用了 首先是一和多的关系 我们很多的妄想杂念 怎么办 就用意来对待 用这一念来收拾百千万亿个念头 这是以意 收多 然后我们的妄想杂念 举心动念都是那些染拙的 贪贞吃蔓宜的 像黄河水一样的浑浊 所以这句就得用青对拙 这句名号是阿弥陀佛的清净心流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 这个名号投到我们染拙的心里 就好像清水珠投到水里 这个水就灯清了 这叫以清灯灼 然后我们的心是在无明妄想里面的 所以念念都是迷惑颠倒的 用这个迷就得用诀来对待 这句名号是阿弥陀佛的大觉 光明智慧的结晶 所以念这句名号 就在无明黑暗当中有一束光明 原来没有光明 我们都是被觉合成 那念这句佛号就能够转过来 被成合觉 这叫救路还家 所以这句名号对我们的修行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句名号能够止住我们的妄想杂念 能够引发我们的智慧的关照 得到定会的能力 切入到无量光寿 那么这样可以蒙佛愿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同时它也对现世的人生产生巨大的作用 不仅仅是死后的问题 这句佛号念佛都有余 世间的身体健康 智慧开发 人际关系的和睦 等等福报 都能在念佛当中得到 它也能够大有利于现在 如果我们身体不好 你可以念佛身体健康 我们很多例子 得癌症的人念佛都好了 如果你失眠 失眠你念念佛号 你就睡得很安稳 如果你想保持年轻美容 你念佛号 你能年轻美容 你想使你的创作更好一点 写出精品 你念佛能够才师永逸 能写出文学精品 啊 啊